哈喽大家好,我是国庆节快乐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排完榜前一期的视角将近 也就是枪火上去 两下视角吧 开局把包见了 发个信息 告诉队友这把打B 然后他妈三个人去打A了 好真实 加小房 还橘死了一个 还要打B吗 那一块队友杀了一个了呀 现在可以转A的 但那现在走位还是想要打B 哎,随便吧 反正也五打三了 五打二了 下包 别的不管 这一百分B拿下 三打一 最后跟在铁楼 跳下来了 手枪摸 打掉被剩 虽然这把战术有点奇怪 但还是赢了 人家心态合 仍然是先把包见了 不过这一把没打B 既然队友喜欢打A 那就跟着打A了 挺好的 排位的精髓 就是学会配合队友 操队友死了 他也没补上枪 这一波净亏一个头 防守回榜家逼到 他得意识可以的呀 直到第一时间被偷出了看屁股 我扔挨了 对面补下那人枪法我真的爱了 神的妈G都开三枪了 那个人中了一枪 B刀技你还有脚步 这B刀不会能点三个人吧 还真有三个人 但难道我先跑了 知道自己是带包的 所以没让 先来下包 将后看屁股 到脸上了 死了 但我再对我补上枪 人家心态合 这把换枪了 还是把包剪了 给中路阴 这不是想要带包乱白房吧 乱可以 把包留下 进来了 A到有人 没子弹了 打掉一个 还没还有人 这不二荒恶亏啊 而且包包干牌房的更亏 两个队友都在一大 被打掉了一个 另外一个 给他走位是吧 死了 这把的苏拉奖道理 包给到的人带 老一道真心快点 这是绝赏 可惜头目没打好 你看这一回合 剪包 我操 这把不会又要苏拉币吧 这么能乱吗 给了个防爆 那看来不会是苏拉了 B小房没人 哎呦个丢死了 拿个田枪 哎呦还懂得搜死角 可以的 但是看着币是没人的 哎呦都打了天昏地昂了 手臂的人应该找回房了 现在就难受了呀 把币振挨来了 三三打五也不好打 二打五 看看一道有没有侧身 收掉一个 进白房 看眼中路呀 队友死了 现在猜看中路 有点忘了 那还是收掉了 一打三五台很大 我把喷子 也要脚步 这么近不用喷子吗 打掉一个 被补掉了 赶上换边吧 开局来连接 看一下中路 家里一会儿没人 还挺逼到 二打五零 房楼是有人的 收掉一个 还有一个人 打死 弹队友也死了 一打三 对面在A下包了 包一后 再打一个 一打二 手里的道具都很充裕 摸中路 反方有人的呀 那没事了 他就有道具的情况下 走一道就好了呀 走中路都没各掉 前前打 走一道生存在大地 总结吧 今天这一集我用上一篇评价 下来你们沉浸式的看一会儿 好家伙 他得继续指揮顺 不会今天修正是吧 再来刷我的评价吧 今天最熊的枪法 可以给到神奇贴乐的水平 但我感觉他产枪比他居强 再来刷他意识 他意识只能给他贴三代水平 主要对道具的使用比较差 他的整版就没有用过进攻性道具吧 对得全是反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绕后的 比如进攻方打B那一波 他对我打S两个的时候 他就可以绕对面加了 但他还是在B跟空气斗志多勇 然后等于队友全死亡之间 面对二打五的残局了 还有就是最后这一回合 这把也挺可惜的 他在白方搜集了很久保留的信息 没有看到人 然后一直有人在打队友 他这个时候如果从中路落以后将是绝杀 但可惜都死了三个队友了 他还是没有想到的想法 打发人是很保守 他就只能把这边出个白方 最后跟正能对象其实也能对过 在马上的瞬间先划山走 然后找一包丢火 对面要么在一包后被烧 要么就进白方抓他 但我感觉他应该忘了自己有火 行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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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